保险业务员专人服务 主意介绍保单内容 但未来民众可以透过网络 一步步完成 因为金管会沿拟开放 设立纯网络保险公司 预计今年八月受理申请 传出远传和中信金控攜手 要申请纯网络产险公司执照 到目前为止都在评估 那当然新闻上面也有帮我们 跟其他的好的集团配对 那我们如果真的有任何具体的发展 我们再跟各位报告 如果从网上或者手机上 就可以做的话 会得到更多年轻人的欢迎 中信金没有否认 而远传电信表示 只要对客户有利和方便的 业务连结都有兴趣 而纯网络保险公司指的是 没有实体通路和业务员 全靠网络贩售保单 比我真的有业务员去服务 你这个方面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透过手机或透过pad 我就可以去通保 一样的保障条件下 它的保费也会比较便宜 根据金管会的发展规划 二三月公厅会后 八月时修正法规并受立申请 十一月将公开申请设立情形 审查期约五个月 预计二零二三年四月份 就会公布许可名单 至于发起人规定要金融机构 或是金融科技业者 金融科技已是国际趋势 专家认为台湾金融数位化的速度 已经落后 欧美势必要迎头赶上 新新闻 曹威山孙盈役采访报道